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皇甫宝主 是皇甫宝主 也想进我身 三师哥 你们果然跟上来了 三师哥 三师哥 你怎么样 皇甫宝主 我们这就救你出来 三师哥受了很重的伤 一帝帮我开路 我要快些为他疗伤 放心吧 风姐姐 这些妖魔就交给我们 四师哥 一定小心 又有妖魔出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他拿整个高昌古城当巢穴 夏侯仪 我有事情想问你 皇甫包住有何指教 这戒指 你可有印象 黑蓝色的双头蛇剑 未曾见过 戴上它 这是 为什么会突然有异光出现 果然 双头天蛇乃是罗侯神的印记 今是有资格戴着戒指的 就只有剑尸所追随的你了 这一年了 皇甫包住你究竟在说些什么 我来西域就是为了寻找传说中烟灭的楼兰 而此地的奇异幽界 绝对与古楼兰城有莫大关系 也就是说 宝主您之所以来到此地 是因为这里可能和楼兰有关 自是如此 五派那群立狱熏心的家伙 以为这幻界是用来保护城中的奇珍异宝 不知死婆当真是愚蠢至极 那皇甫宝主 这幻界妖魔和你的一身伤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妖魔从不知位于何处的异界 她向我偷袭 刀剑术法都奈她不合 才会弄成这副狼狈样子 皇甫宝主 你和她交过手了 就在这隧道尽头的古怪房间里 虽交过了手 但我可半点都没碰到她 唯有进入异界 才能与她的实体决一死战 但那并非我所能之事 但是 夏侯宇 如果这是你的戒指 如果你就是传说中的纪使的话 那一切可能就不同了 纪使 皇甫宝主 我只不过是个 你和我有一模一样的气味 这是错不了的 既然戒指承认了你 那就一切都靠你了 三师哥 你 你的身体 圣妹 你不用担心我 若咱们能生离此地 就再找一天 好好聚聚吧 皇甫宝主 不论如何 我们都会尽力一事 咱们快去吧 此人身份 配上这幽吟之界 想必能将十轮功的视线 转移他处 免得坏我之事 只是生命与他同行 怕是日后麻烦 罢了 现在想这些 也以为时晚矣 只盼他们寻到那镜子 解决了其中邪物 但愿夏侯仪能护好生妹 不过 这高昌成道也没叫我 白来一趟 到底知晓了些 换成相关事宜 忧城 忧界 才是我的该去之所 这世人如何待我 我便将如何还与这时间 届时 只待与生妹一同入那忧城 便也不负于他 想来那镜中邪物所言 待离开此处 也还是得派人去探查一二 八方珠灵 闻我令律 身随我道 零分成盈 这重重迷障之后 藏匿的是个镜子 没想到 在这还能见到如这样的东西 既然胆敢在本尊面前放肆 莫要藏头落尾 献出刑来 为见其施术淫咒 便已重创于我 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以他的能力 取我性命如探能取物 尚未动手 显然另有所图 不过 此处既有幽黄之计 想必此邪屋 也与我所探查的 换成有所关联才是 你究竟是何人 献出刑来 我有问题要问你 当然要如陶贴 此报名号 然后听狂你 若你能打我三文 便可从我身上认取一物 即便是性命也可 但若你不能 便送我生离此处 如何 有趣 有趣 千年未有人 干预无堪条件 既然难得一件 无便应该是 三文三党 其一 我且问你 我这手中之戒 究竟为何物 华外之药 英明之物 继续 其二 我自何处而来 自然是游淫之间 如之切息 无可熟悉 小心 最后一问 其三 我如何 可绝你之性命 我 我将生人欺诈 死不能够 如实诈 无意不可 尽存命 离不可 然 生可 只看如在此间 又能生之何时 前面好像有争论的声音 别白费力气了 你喊破喉咙 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好个空童紫云 神舟双臂 原来竟是卑鄙无耻的小人 你们没有种下来探敌人底细 倒有胆量追杀我 我们也不想这么做的 不过掌门师叔 要我们取你性命 高姑娘 可别怪我们落手无情 你们尽管来 我是不会束手就擒的 高姑娘 这地道里到处被一解封阁 你还是别多费力气了 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少跟这娘们啰嗦 这地方邪门得很 我可不想在这里待太久 咱们赶快动手吧 来吧 我和你们拼了就是 且慢 姑娘 你是天玄门的高皇军 高姑娘吗 是的 请问阁下是 我是天摇派风铃声 五年前望剑锋 我们曾有过一面之缘 没想到今日就会在此相会 发生了什么 此事说来话长 他们要 高姑娘 你还好吧 你受了伤 两派高徒竟然联手欺负一个受了伤的姑娘 我夏侯怡在此 可容不得这种事情 既然如此 咱们就宰了你之后再取他性命 兄弟们 上 公子 承蒙救命之恩 请受小女子一拜 高姑娘 不必客气 我这里有金疮药 若姑娘不嫌弃的话 以金疮药敷于伤口 不输数月便会恢复 高姑娘 刚才是怎么一回事 方才我在古城门口 听到周崇珠浩两人商议 若你们真能打倒盘 就在底下的妖魔 便要趁你们精疲力尽之际 率重发动突袭 一举杀了你们 在高昌城门 我觉得你们是良善之人 便下来向你们示警 没想到周崇他们就派人下来追杀我 多谢高姑娘前来示警 不过这地下通道里 使有妖魔出没 姑娘你伤势未愈 还是不要孤身来这里的好 不 妖魔便再争宁恐怖 未必就瞅过险恶人心 我待在这里 还比待在上头安心得多 一弟 我们还是赶快除掉 盘踞此地的妖魔元凶 让高姑娘 可以安然离开此地才是 好 高姑娘你且在这里躲着 待我们除掉妖魔 你也便能回去了 张鱼轮到我了 下侯大哥 这些妖魔又出现了 莫荒 前面就是皇府保主说的 妖手折腹之地了 我们抓紧解决了它们 过去看看 这里的气息好乱 好奇怪啊 这个房间中的镜子 和四周环境好不相衬 倒不像是这个古城里 原有的物件 的确 这里是地上缠乱的根源 大概就是那妖魔盘踞的所在 等等 我来过这里 我还记得这法座 记得前头的轮响梦境 丝业之间 丝业之间 对 是丝业之间没错 发觉 我还在书 尽管 介绍 我们 ivit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扭曲元气 残害来往生灵 究竟是何药物 等敢 药物滔铁自报名号 尔等 也忒大胆 滔铁 传说其乃是上古四兄之一 其性凶暴贪时 会入无底深渊般吞噬一切 相传这饕铁 本是生于明幽界系中的异界协力 专以人魂运魄为实 想是这饕铁以幽界之力搅乱地象 隐聚妖母 在古城里外布下弥阵 才使这儿变成了无方鬼域 不管怎样 非得打倒它 才能除掉封禁此地的弥阵 这场仗 咱们是非赢不可 那就试试看吧 吴要时尽而等的新魂运魄 想必要比那些伤绿凡俗要美味得多 不过是寄宿幽黄中的丑恶重类而已 竟然胆敢与我们作对 那便以我的幻剑除之灭之 不过是寄宿幽黄中的对护 你不想把他乱走 不过是 你不想把他乱走 不会 我说 我说 你不想把他乱走 你不想把他乱走 嗯?幽黄之界的主人?你到底是谁?你又为何来到这里? 莫非你和千年前造成这乱级的灾祸有所关联?这是天命的安排吗? 莫非你能揭上的衣服,会很轻辱。 毫非你,无其 ему流动巧合的,能阂 хо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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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群没用的废物还是要我亲自动手 天使有律 法轮为阴 两位请你们剑下留人 而当何人 为何插手此事 我等乃是十轮尊者 这少年身系要物 至关重大 请两位把他交给我们吧 嘿 你们四个老鬼这么说说老子就得交人 天下可有这等道理 要人可以 先过了老子这关再说 中门人 听候略阵 这里 讲话不方便 咱们换个地方谈吧 头好痛 方才明明是在高昌古城门前 为何此刻会出现在这里 大师 这里是何处 你究竟要干什么 此处是你的星魔幻境 是由你内心的恐惧 愤怒 质疑 幻化而成的三层业障 当然 若是你的内心不够强大 无法战胜心魔 你将无法脱离幻境 坠入深渊 故弄嫌隙 既然你对我出手 那便是敌非有 接我一招 你去哪里了 夏侯仪 无需白费力气 陷入此境后会有梦魇缠身 你还是省省力气 面对你的心魔吧 吓吓 吓吓 吓吓这几只妖物 也配算是我的心魔 夏侯仪 你的内心告诉我 你在害怕 害怕又如何 我早也不是当初那个出出河州怯怒的我了 就凭这几只妖魔是挡不住我的 你倒是比我想象的坚决不少 好 那 赫兰铁汉呢 他鱼肉百姓 收杀强掠 而且他杀害了你爹娘 赫兰铁汉 卑鄙小人 我要把他碎尸万段 替我爹娘报仇 不 不 我要清醒 这一层是恐惧的心魔幻境 愤怒 只会使敌人的攻击更强 啊 我要冷静 我可以做到冷静 erem 100 职 廢 超 超 卢 你到底把他们怎么了 这要问你自己 这是你的心魔 迟疑 好个文雅的名字和你很相衬啊 我叫做风铃声 风侯风绝的风 铃铛的铃 声鼓齐鸣的声 慕容姑娘叫起来很是生分的 我又觉得自己的名字念起来拗口 所以 以后可不可以叫我学妹就好 谢了小兄弟 我叫做古伦阁 你们呢 我知道是你 不会错的 我从很久很久以前就一直等着你 冰 这是我的名字 我记起来了 冰黎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的确是这样子叫我的 冰黎 风姐姐 玄妹 古大哥 你们到底怎么了 你们到底怎么了 这一定也是心魔幻化而成的 我不能迟疑 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幻境 人定圣天 你居然通过了幻境的考验 尊者 你们十轮宫趁着他记忆为父 私下把他带来这里 这可不合我们当初的约定 你该不会是忘记了十年前我们在十轮宫的约定吧 债女 并非我等故意背弃约定 只是自事体大 非我等可以等闲逝之 十轮宫 十轮宇轨攸关 朱百环千妖之旅 我十轮宫 就等着千年一回的时机 若是失败 人事难逃此劫 天地苍穹自成李律 天命则如万流所会的聚穿 世间运术 岂是我等所能千言左右 净水亦有奔烂之时 红泛亦会平息 若我等旺行低阻封阁 万一洪水决堤改道 其害便百倍于前 尊者 你们应该能了解这道理才是 宅女招贩自然大理 我等怀智喜败寿 然而天洞仪拥有 撼动食仪素药的非凡之力 罗侯济使之能 岂可小觑 若她成命完成降药之仪 将幽界引进洞开的天幕 人事又将会如何 尊者 事隔千年 或许一切都会改变 不如等她想起一切 做下最后的决定之后 我们再见机行事 我等今日便依你之言退去 但若日后要战有变 我等身负看守十轮律法之责 可就绝不再容情 尊者肯听我之言 葛云一极感盛情 下后仪等人就先交给你 我们后会有期 听我的准不住差错 好 方才算的一卦果然没错 幸好没有来迟 此人身上总会运借天剑气息 此事与道有关 还请不要插手为好 原来未知而补的卦象是这个意思 看来还要我做选择吗 如我所料 虽然我们修为低潜 但和我们四人之力 应该还是可以一战 四位放心 经这千年我已悟到命结 此番前来愿助神雀功一臂之力 如我所料 好 这是要打他们的意思吗 招招天命 欲热寒风信 不负所托 就两只而已 简单啊 预热寒风信 先休息 先休息 好疼 好疼 不负所托 就交给青罗吧 好久没有用青罗了 哈哈哈哈 如我所料 如我所料 October 如我所料 valves 我是招式是不是 尷尬 畢竟台版還沒有出啊 所以玩天氣解人當然比較少一點 這麼痛 點火點起來哦 好痛啊 好打印 才勉強與之抗衡 還要多謝這位道友相助 敢問尊名 我乃神武貫門下 楊雲左視野 原是神武貫高人 容子韻多問 楊兄方才所說的誤道命劫是 天機不可說 諸位此地不宜久留 還請速速離開吧 這那便多謝了 告辭 不用說了 朕既然在當初相信了霍祭石 那就只有一路巨漢到底 咱們這些年來的辛苦 不就是為了讓楼兰能安處於 大漢匈奴兩強之間 大王明見 霍 霍祭石確具過人能實 然而臣以為他耗費偌大心力 建造那龐然巨蟹 未必是為了咱們樓瀾著想 苦渣 那巨蟹之能 光是引動三藥 便可使日月無光 天地失色 激起的暴風沙嵐 如萬寢高牆 讓偷偷演制的漢軍 斷雨逃回 倘若他能將七藥尽數引動 天下更有誰能威逼欺辱咱們 大王 霍 庸參見大王 不知有何事吩咐 霍 基石 你來得正好 方才有信差來訓 漢使 富界子奉大漢五弟之命 將在十日之後來訪 霍 基石 依你的神奇妙算 汉朝此回來時意在如何呢 父介子吗 名为亲善 实则谋我 倘若楼兰拒不顺服 不愿成为汉朝 对付匈奴的马前卒 便急以武力逼战 和前两次并无不同 但大王不必多虑 我从观星台 对周围七里之内 布下进制 由我所致的 禁服务令才能通行 在汉室到来这几天 请大王派心腹卫士 带禁服看管放行 倘若敌人想强攻入阵 我会与箭矢立刻前去迎战 不愧是霍继石 凡事都在你的法眼之中 这些日子真是辛苦你了 你有空也好好休息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大王过奖了 宰相库章 这家伙只怕会变成 来日的祸害 不可掉以轻心 还是要告知兵离 提防此人才好 果然 又一个人来这里了 冰离 原来你在 这里啊 获佑 再过二十来天 咱们在这世上的使命就结束了 而这人世 也将被黑蓝色的幽界所笼罩 在漆黑的永恒之夜之后 再也不会有清晨的日出 再也看不到 这么灿烂的晚霞了 一切 都会像我们所知道的幽界一般 只剩下沉寂的死灭而已 是吗 和幽界全然不同的 这个世界充满了生机 即使在这堪称与时隔绝的荒凉之地 也有着无数令人神职的美 其实是城墙一角的小小野花 也散放着幽界中所找不到的生之名艳 火游 我喜欢这个人世 我 我真的不想这样毁了他 剑使兵离 你胆敢怀疑尊神的御名 尊神的意志就是我们的全部 如果你被此事的虚向所获 而心生叛逆 那么我就在这里处决你也无妨 火游 你知道的 我自从被赐予昏命以来 一向就只听从你的号令 但那并非全然处于尊神的命令 而是因为你的缘故 如果你要为此处决我 无论何事 我都心甘情愿引紧救路 但在这之前 我只希望能听你的肺腑之言 我想知道 这世上另一个命运和我相惜的人 是否也和我有一样的心情 无论你最后的决定为何 我不会忘记自己的身份 不会忘记 我是你的坚实 你要依尊神之命 让幽界重返人界也好 要违逆尊神的命令 保护这个人事也好 我都会欣然跟随你到最后一刻 并立 无论如何 我们是不能背叛尊神的 我们只是他手中的人偶 既然他能创造我们 就能轻易地毁了我们 依照尊神的意志 将幽云带回这个视觉 那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宿命 宿命吗 是谁 武英殿 祖式殿 竹户将军 相宴便是 在下官爹名威 只怕有爱或计时千金 天界终究是注意到这里了 不过别以为你有王辉领兵三万为后盾 我们双使就会怕了你 此处逆缘混乱 需待我施法 远离你为我护震 勿让周围妖魔靠近 请尊于命 定胜天 好 死吧 哎 所以我 我这样是要成功还是失败 应该是失败 好 这是失败 关系我们之后再挑战一次 不愧是祭使霍庸 不过今日尚非你我决于雌刑之客 这场胜负就留到十天之后吧 霍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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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大概是太累了 降药之仪即是耗费心神 我不该多费力气对付他的 病离 扶我起来 不 既然你这么累 不放心躺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等时辰到了 我会叫你起来的 这样子 好吗 要是那个神将去而复返怎么办 我是你的箭矢 就算舍命也会守护你的 除非 除非你不喜欢现在这个样子 有尊神的箭矢在我身边 区区神将又何足聚 也好 我就这样子睡一觉吧 病离 没想到枕着你的腿躺着 原来是这么舒服呢 嗯 你喜欢就好 嗯 这神将来的时机真是巧妙 我今晚却得再行一次降药之仪 他便至此 看来有些人还是按耐不住了 经此一议倒是让我下定决心 该早做打算也算是一桩幸事 可惜 给那神将用魂体分盾逃掉了 早知如此 应该先将他在封界中困上三天三夜才是 他身为三品护垫神将 咱们也困不了他太久的 与其如此 不如等待来日正大光明地打上一仗 是啊 他只是天界的马前卒 就算咱们解决了他 对方也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该来的迟早会来的 只要有天洞仪的匿药幽界 三万兵足并不难打发 不过那象印若是在要紧之时 破了封界闯入 可就有点麻烦 那时候就交给我吧 以我手上的幻剑和尊神之名 我不会让他踏进楼兰城一步 那就有劳你了 不 不好了 负责看守地下入口的弟兄们 忽然被奇形怪状的怪物所席 剑士大人在得知消息后已经先赶去 怪我 该不会是冤兽之术吧 说不定是要助聚集的逆元之气 引来了什么 兵力已经过去了 应该不会有大碍 你且退下 我稍后前去 是 看来之前那神将未能成功地将我消灭 应当是让你感到颇为挫败 才会这样急于求成吧 货继使真可谓神机妙算 看来在下所有的谋划 应当都未能逃脱您的法眼之外 我之前尚在忧虑宰相库渣是否会坏我大事 现下看来还是多虑了 你竟如此愚蠢 敢这样直接出现在我罗侯祭使的面前 是否愚蠢 还要看你是否能接得下 我楼兰兵士的锋锐所向 七 尊神赐予生命与一半全能于我们 就是为了执行他的命令 尊神的意志就是我们的全部 此事一切皆为虚向 怎能足我 楼兰 唯一 好重的逆元之气 周深功法都有些运行不长 不知病例如何 看来我那极具紫电精气的神术巧够的研究 应当快些了 虽说我们来自另一个不同的世界 但在此事 却需遵守这个世界的法则 若此刻能借助些许外物的力量 多少可以成为我们完成使命的助力 嗯 何物胆敢在本祭使面前放肆 这些妖魔不知从何处而来 竟得以突破我所设的禁制 出现在此处 莫不是那宰相酷渣 还为我留下了什么后手 若如此的话 我需得快些赶赴主廊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来了 刚刚有渊兽从此地的界隙中闯了进来 袭击看守此地的士兵 有两三个人因此死伤 我已经把他们尽数除灭 不过为防万一 我就先待在这里守卫 渊兽竟会出现于此 嗯 八成和真秘元之力有关 病理 你和我到底下的天洞仪中书去看看 说不定那里出了什么乱子 剑矢领命 众兵士听令 你们负责在此看守这大门 直到我们从底下回来为止 无论是人是妖 谁也不许从大门离开 遵命 请济使大人放心 我们就算拼掉一条命 也不会让任何妖物通过这里 你 我还未与你说过 天地穷仓 皆以幽冥之行相对护应 这个形成半远的礼碑 既为这冥界天鬼的体现 而由此戒碑向前 就是九魂天洞仪之御了 这七药之门正与七药回廊相应 以金 日 月 火 水 木 土 朱药之序 你先遗鬼运城之律 而旁边的四根柱子 则隐含二十八药素之理 这世上除了你我之外 大概也没人能看懂 这以罗侯文刻下的参考文迹 及天洞仪之理了吧 此处极为素药之阵 天幕上的七明七暗 共十四主药 加上黄道二十八素之药 便是行购十轮仪轨的素药四十二环星 周列诸药城镇 分具阴阳为道 便以六星引动于中 七药四柱 事正齐理 以齐六 不过 金客并非叙说此等粮食 等查明天洞仪中书出了何等问题后 再与你细说 嗯 我明白 我一切都听你的 好重的逆元之气 不会错的 天书仪座那里 一定有什么异状 外表看起来没什么异状 可是 这闪烁的电花是 嗯 渊兽就是这样来的 天洞仪的运行兽组 义勇的逆元之力 扰乱了此地的界下 使幽冥剑线荡然无存 奇怪 若照我的推算 不该会这样的 嗯 不管怎样 先调整一下星轨刻盘看看 不该会如此的 莫非是我的将要之仪 操之过急 使星轨刻盘有了偏离 啊 火油 我没事 兵力 背剑 有东西附在天书仪座上 剑石里逆 是荒滩 原本在幽界诸寿中 只能算是小虫之数 没想到 附在天书仪座上 吸收逆元之力后 竟然可以长得这么大 他就是使天洞移出差错的元凶吗 嗯 他是天书仪座上的星轨刻盘 无法运行 即已吸取易勇的幽界之气 滋养自己 结果连带把这里弄成这个样子 并离 咱们除了他 是 打赢 就算吸取了再多的力量 虫类毕竟只是虫类 不妙 那荒唐在这里 预计了过多的逆元优利 此刻一口气被放了出来 天书仪座一时附和不了 能震得住吗 看来飞行阵界之一不可 兵力 待在我身后护震 倘若靠到太际 你可能会受着逆元怀里之伤 是 四十生效了 虽然跟出不了荒滩之海 总算是先把仪座给震住了 就因为这无枉之灾 又多耗了不少力气 你的声音好无力 想必是这阵子的酱药之仪 太累了 就不能再演一会儿吗 会吗 即使如此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兵力 你该知道星药运行是何等复杂的事 每隔千年的时光 七药 十四星 二十八素等珠星药 才会在天幕上交成此行列 也只有 在这仪轨克律之力最弱的七七四十九天内 天洞仪方有撼动星轨仪律的机会 我知道 可是 我们来到这人世 在楼兰折居八年 秘密建造天洞仪 全都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啊 如今七七之期还剩十天 只要再行十次降药之仪 我就能让星鬼偏离 天目洞开 永远悔破这分隔明幽两界的藩离 这是我们非完成不可的 尊神的御名 火庸 火庸 不可 稳定 明日 能不能